有功夫就会有财富 欢迎收看功夫期货 我是齐王杰帅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想要学会技术分析战胜期货 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队 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 在收看杰帅的直播节目时 请各位朋友 务必记得帮杰帅个忙 请记得帮杰帅的影片 麻烦帮我切换一下画面 按赞 订阅 以及分享 要如何按赞订阅跟分享呢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在左下角的地方 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给杰帅点一个赞 要如何订阅杰帅的节目呢 右下角这边有一个订阅的小铃铛 同样的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点击这个小铃铛打开之后 就可以成功订阅我的节目了 身边有操作期货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好的 台北股市现货 以及1月期指 在昨天受到美股重挫的影响之下 今天开低之后也是一路的震荡走低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整个1月期指今天的行情变化 今天1月期指开盘了 直接跳空开低在16658 最高点就出现在一开盘没多久的时候 17667 开完盘之后呢 直接往下灌杀到今天的最低点 17507 17500差一点也失守了 最后呢 行情11点过后 11点半过后呢 出现一个小反弹的行情 那今天的当中区间幅度呢 也有160点的空间 而且在今天啊 其实有两段行情可以操作 第一段行情就是开低之后 走低到最低点的这160点的空间 第二段行情从17507反弹上来 这个大概也有8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啊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两段行情 变成真正的钞票呢 最关键的重点就是 当今天开低的时候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台子期今天开低的时候 是直接开低150点左右啊 你能不能够确定今天开低之后 还能够做空 这个就是今天最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啊 很多人看到 已经开低150几点了 不敢做 不敢空 不敢做 很多这种心态的投资朋友 今天这一段行情就赚不到 那当然要如何掌握到这个低点转折 有什么PETBO 我也会透过我们实战操作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好那接下来的台北股市呢 因为今天的大跌之后 到底产生了什么变化 我也会在技术分析里面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好讲到台子期的当冲操作 我说过了每天啊 一定要观察一下 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如果开在5日均线之上 代表多方控盘 开在5日均线之下 就代表空方控盘 紧接着如果你要判断开盘时候 到底能不能直接做多或做空 就要看一下 台子期开盘第一分钟的成交口数 爆量2000口以上 到底该怎么做 没有爆量又应该要怎么做 这个会攸关到你开盘价 如何操作的一个关键成败因素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今天加权指数开盘直接开低 来开低几点24点 没有开很低哦 但是开低之后呢 就直接的跌破了 这个所谓的5日均线啊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空方控盘 来各位我们看一下哦 来加权指数开低24点 在5日均线之下 空方控盘 那1月起始呢 开低142点 吓死人了 这个1月起始今天一开啊 就开低142点 那为什么开低之后还会继续杀低 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哦 来今天台指期开盘的第一分钟的成交口数啊 只有1500口左右 那我讲过了这个1500口 有没有达到爆量的标准 没有 爆量 我指的是2000口以上 所以第一分钟的成交口数 并没有爆量2000口 代表说今天开盘价 可以再做空 因为开低不是低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这个开盘价 其实就是一个送分题 如果你常年是收看结帅的直播节目的话 我一定有教过你 开低如果没有爆量 代表开低不是低 后面还有真正的低点 这个我讲的非常明确笃定 所以学技术分析就是有这个好处 就算他今天开低142点 你知道他没有爆量 你知道后面还有低点 你开盘价就会很勇敢的进场去做空 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 而且今天这行情你只要学会这一招之后啊 今天早上这一段跌下来160点 根本就是送分 直接送钱给你花啊 所以各位亲爱的同志们 我的直播一定要尝看啦 那我们再看一下MACD 在短暂的黄金交叉之后 今天因为拉回修正 又形成了一个死亡交叉 不过这两条线现在是纠结状态哦 那但是柱状底还是在临轴下方 所以我们这个MACD 又再度形成死亡交叉 那死亡交叉到底该怎么做呢 看一下说明哦 MACD的柱状底现在又变成临轴的下方了 MACD跟DF形成死亡交叉 空方趋势还没有改变之前 多单只适合短线当中操作 换句话说 一样我觉得台子期啊 其实比较的属于短线操作 会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这个流仓的压力 毕竟还是比较大哦 面对看不到的风险啊 这个有时候一流错啊 可能损失就一两百点哦 所以像期货 昨天要是留多单的话 基本上今天一开盘就赔掉了一百多点 所以说基本上我比较建议台子期做当中就好 那基本上每天你只要用对方法 每天好好的操作 每天有收获 这个长期下来 它绝对不会输给波段的利润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KD指标 KD指标现在的位置 哎又打下来了哦 来到了80到20之间哦 那我们看一下说明 KD指标的K值低值RSV 目前介于20到80之间 大盘区间震荡 那压力我们就观察一万八千点 哦这个前波的高点啊 17956 17956差一点点来到一万八 我们就先观察这个压力 一万八千点的整数关卡 那支撑呢就观察一下 一万七千我能不能守得住 如果说现在的KD的位置 在20到80之间 那我认为 接下来有可能震荡的空间 就在这里面 17500到18000点 好以上是今天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那我讲过了这份资料 我每天早上9点半 就分享给我们群组里面 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投资朋友 你也想得到这份资料的话 欢迎各位踊跃的来索取 索取这份资料完全不用花钱 只要各位加入 结帅的功夫奇博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这份资料 现在各位就可以拿出 你们的手机 直接扫描图卡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底下的LINE ID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结算的功夫奇博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这份资料 但是请记得一件事情 如果是第一次加入的好朋友 请记得在加入之后 回复888三个数字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你加入我们LINE 如果没有回复任何讯息的话 我们根本完全就不知道 你加入我们LINE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没办法把这份资料 直接传送到各位手机的LINE里面 所以第一次加入好朋友 请记得回复888 让结算知道你加入我们的群组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资料 传送到你手机的LINE里面 你就不用找半天了 当然各位你们也可以透过 我们LINE的对话视窗 右上角有一个记事本的功能 这个记事本的功能 基本上我会早上9点半 就会把这份资料贴在这个记事本里面 那大家都可以统一啊 在9点半的时候 看到这份技术分析的研究报告 欢迎各位踊跃的加赖 并且关注我们记事本里面重要的资讯 好的 那么学习技术分析 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什么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讲 你今天要是学技术分析的话 今天早上这个盘根本就是完全是送分 为什么呢 因为开低没有爆量 然后开低没有爆量 代表后面还有低点 这个我之前就教过很多遍 而且加权指数一开盘就开在我日均钱之下 今天完全是空方空盘 学会了这一招 是不是就不用拆测行情了 学会了这一招 你是不是就不需要再用感觉来 判断行情了 这是很多投资朋友 学技术分析 我认为最重要的地方 让你的操作有依据 你知道为什么做多为什么做空 像今天开盘教为什么可以直接做空 你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理由 而不是说 感觉今天盘好像很弱 我来做一笔空单 你今天如果是很侥幸的赚到了钱 你哪一天 就会很不幸的输掉钱 因为你不是用 最科学的方法来判断行情 你是用感觉的方法来判断行情 这是非常不踏实的 但是当然投资朋友可能会说 老师你讲的是很有道理啦 但是我又不像你是专业的分析师 我勒 有自己的事业跟工作要忙碌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像你一学就学了25年的技术分析 所以啊 我说啦 投资朋友为什么你需要分析师 为什么需要结帅 因为结帅学了25年的技术分析啊 可以让你的操作更加稳健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 结帅把我这25年来的技术分析的经验啊 还有逻辑 再结合AI人工智慧运算的方式 我研发出一套操盘软体 我讲过了做期货你没有操盘软体 你真的不太可能成为赢家 因为期货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你人脑的计算跟判断速度 绝对跟不上电脑计算判断的速度 我讲的没有错吧 那结算运动多年的技术分析 的一个逻辑 再结合AI人工智慧运算的方式 我研发出了这套系统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叫闪电指标 闪电指标就是利用AI大数据运算的方式 结合技术分析的逻辑 在8.45分就可以直接判断多空方向 那开盘下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场 这就是当冲必备的领先指标 就像今天哦 接着开盘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时间学技术分析的投资片 当你安装了这套大碳级的期货系统 它是经由结算多年的技术分析的经验 在结合AI人工智慧运算的方式 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开盘价 17658虽然开低142点 但是你还是可以直接进场做空啊 那我刚刚也解释过了 为什么今天开盘价还是可以做空 我刚刚已经讲了两遍了 我再讲第三遍 第一个虽然开低142点 但是开低并没有爆量2000口 所以还是可以做空 那如果你有这套系统 就算你没时间学技术分析 你今天开盘价17658 你也会知道要做空 那这样一来 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一样 就是作对而且赚到 那当然这笔单进场之后 9点02分现货开盘之后 我确定的今天空方空盘 我们直接再请会员空一笔 来看一下抠讯的内容 试价空 1月起始目前的报价 17626附近 收到讯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试价做空至少两口大台子 停损抓17699 那很显然的 今天早盘是一路往下灌杀 根本就没有机会停损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全体会员 在9点02分的时候 试价在17626空单进场 一笔单至少两口大台子 所以说今天开盘价空一笔 9点02分再空一笔 那各位可以知道这行情直接就杀到哪里 17507啊 那这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 做了两笔空单之后非常的开心啊 现在第二个问题来了 我们的会员朋友要如何得知这个地方 必须把空单补掉 其实啊 我讲过了 只要你有一个好用的工具啊 你根本不需要去猜测 每天的高低转折点 我们这一套大弹集齐握系统 它还有具备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精算转折的功能 这个精算转折功能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它就算出来 今天可以预挂做多的点位 叫做17531 那既然这个地方17531可以做多 那我请你空单是不是理所当然 就要在这里把它补掉 你才能够在这个地方去做多单 没错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做空停力看支撑 17658空开盘价码 17626减讯会员空 来到系统规划的支撑点给它补掉 总共大跌444.88800块 非常吉利的数字 跌了444点之后呢 如果你今天有系统 你今天还是可以做多 再来做多17531做多 那这笔多单做完之后 12点41分 我们看一下 来 有软体的会员朋友 按照今天的支撑 17531做多者 建议短线啊 17581附近 就给它试加出场 为什么多单只能做短线 因为趋势已经转空 MACD已经死亡交叉 多单只适合短线跟当中操作 所以今天这个多单基本上 抢个板弹赚个50点 其实就可以出场了 所以今天你会发现到 我们的操作 就是接近完美的一天 讯息结合软体多空双向 灵活操作 开盘价先空一笔再说 来到系统规划的支撑点出掉 跌了254点 接着简讯会员放空 来到系统规划的支撑点出掉 再跌190点 然后支撑点做多 来到17581出掉 再涨100点 三笔交易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 共计涨跌544点 已经超过10万块钱 足够来参加结帅 一整年的会期 所以我说亲爱的投资朋友 真的想要做期货 其实不用那么累 找一个专业的分析师 像结帅这样 每天待进待出 而且有工具 来带你操作 你的操作自然 就会有一个明确的依据 虽然说可能要花一点顾问费 不过我相信绝对是值得 这个2024年才刚刚开始 一切才刚刚开始 投资朋友 在过去不管你输多少钱 只要你愿意改变你的心态 改变你的价值观 改变你的做法 每一个人在今年都可以成为赢家 所以欢迎可以直接跟上我们脚步 一起轻松来操作期货 好 讲完了台子期的当冲操作之后 我们紧接着再看一下选择权的操作 那今天是礼拜三 刚好是1月第1周 选择权的一个结算日 选择权真的实在是太棒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小资族 都知道 拳头固界里面只有结算 带领这个选择权当中操作 那我讲过了 讲到这个选择权的操作 很多小资族也喜欢来找结算 因为小资族是 结算是小资族的救星 拳头固界里面我刚刚讲过了 只有我成立这个选择权当中班 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 我说如果你真的有本事 找到第二个的话 你来找我 我免费来给你这个 选择权当中班的会期一个月 我悬赏我在那边直接悬赏广告 你保证找不到第二个 那为什么选择权当中班 可以成为小资族的救星呢 你看一下我们的做法你就知道了 第一个我们做的是 周选择权的买方策略 那因为做买方策略 所以资金不用太大 是不是刚好就符合小资族 的一个操作方式 那再来我们百分之百当中没有流仓压力 完全没有流仓压力 请问一下还会不会归零 就没有归零的机会吧 因为我们做当中嘛 那操板资金就算只有10万块 也可以跟着我们操作 操板资金10万块也可以跟单 我们用口讯带单的方式 带你进就会带你出 就像今天哦 今天台子期是不是我们做空 在9点02分 那选择权呢 今天更厉害了 我们今天买进1万7千7的卖权 49点买进20口 吓死人了 最高标到164点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标了几倍 标了三倍啊 那标三倍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我们开始来看哦 来 9点03分 1月第一周选择权 17700的卖权 现在报价49点附近 收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买进20口 这买进20口的资金 竟然不到5万块 不到5万哦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不到5万块 你就可以跟着结帅来 做这一笔选择权的交易哦 那进场之后 我们都知道最高竟然冲到164 足足翻了三倍 那请问翻了三倍 到底可以赚多少钱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哦 来 10点18分 提醒选择权的会员 1月第一周选择权 17700的卖权 49点的部位 若翻三倍 出价147点 手上部位 就可以获利调节出厂 怕死人 这探三倍啊 来各位 这147绝对出得掉哦 各位可以看到最高164 我们在什么时候建议会员 来 10点18分 10点18分的时候 我们就建议会员呢 挂147卖掉 11点29分 刚好穿价成交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49点买进20口 147点出厂20口 你的49000 在今天就变14万7 你可以足足赚了 9万8000块 又是一整年的会费 又是一整年的会费 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49000变成147000块 价差98000块 等于大台指的490点 今天死人 今天大台指的区间 只有160点 你竟然可以赚490点 而且重点是 你只有拿49000出来 所以在这边 特别恭喜 我们今天选择权的 当冲班的全体 外面朋友 大获全胜 今天翻了三倍 所以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是小资主的话 想要东山再起 赶紧来找结帅 让结帅的选择权 当冲班 帮助你快速的累积财富 好 讲完台指期跟选择权 日盘交易之后 我们紧接着来谈一谈 夜盘的交易 讲到夜盘的交易 我相信 是非常适合很多白天工作上班的 投资朋友 晚上操作的好商品 那我讲过了嘛 虽然说这个夜盘啊 晚上呢 它基本上是一个 属于这个上班族 可以操作的一个好商品 但是我相信 有很多人在经过一整天忙碌之后 回到家呢 根本就不想盯盘 那如何能够在不盯盘的情况之下 轻松掌握到夜盘的行情呢 在这里就真的需要工具来帮你盯盘哦 我说我们这套系统真的是非常人性化 这套系统现在有所谓的声音提醒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专门在帮助一些 不想盯盘 或者是不能盯盘的投资朋友 而设计的功能 怎么盯盘呢 来我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的欢迎朋友 都是直接把系统安装在他们的手机里面 好 那安装在手机里面的时候 当然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盯盘 或不想盯盘的情况之下 只要把当充指标打开之后 再把声音提醒功能打开之后 他们就可以完全不需要盯盘 去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 而当我们的这个当充指标 要有任何的买进讯号 放空讯号 停力讯号 系统就会发出叫声 而当他发出叫声的时候 你的耳朵会听到叫声 这个时候你再拿出手机来看一下 到底系统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讯号 你只要跟着讯号做动作 不要假扰 不要自己的想法 完完全全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就可以轻松掌握到行情 所以听到声音再看讯号动作 操作起来就不需要盯盘 因为我们的系统会带进带出 让你轻松操作 那讲到操盘软体我相信 投资朋友也使用过坊间 无数套的操盘软体 为什么一直不能够成为市场上的赢家呢 因为我讲过了坊间操盘软体啊 真的是换汤不换药 十套里面有十套 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什么意思 当你拿到一套操盘软体的时候 如果他同一时间给你很多的模组 给你很多指标 你真的不用看了 你赚不到钱 可以直接丢垃圾桶 为什么 那么多模组那么多指标 八年四十五分开盘要打仗了 请问你要选哪一个指标 当你选好指标之后 行情已经走了一段了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不是很没效率吗 而且万一你选错指标的时候 你当天是不是就一定要赔钱 那所以呢 有鉴于此 我可以把我们这套系统的当中指标 只设计成一个单一的当中指标 那请问各位 这样我们的会员朋友会不会选错指标 不可能嘛 因为就只有一个可以选 那是不是保证 跟我在这个直播节目所讲的指标画面 是完全一模一样 绝对不可能骗人嘛 因为大家看到的指标都是同一个 所以怎么可能有办法骗你 所以你看到的任何的指标画面 就是我们会员在盘中 实际上所看到的指标画面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当然做法也非常简单 有两种方式 我们逐一来做说明 第一个方法跟着探极箭头进场 当你看到红色箭头向上 多单直接进场 当你看到绿色箭头向下 空单直接进场 当你看到这个新兴符号 代表说你的部位可以停力出场 所以我们训绕真的连小学生都看得懂 你一定也能够看得懂 首先红色箭头向上 你就做多 绿色箭头向下你就放空 新兴符号就停力 不容易吗 那么开始来讲解昨天的夜盘 昨天夜盘跟今天日盘 都是非常简单的操作 只有一个交易训绕 就是箭头向下的放空巡浪 这边夜盘不是重挫吗 可是我们在几点的时候 在傍晚大概接近六点多的时候 傍晚六点多的时候 它就出现一个箭头向下的放空巡浪 如果你完全听话照做 这一段跌下来 这里个新兴符号补掉 你就可以赚94点 那我讲过了 这个行情 这个超盘软体 你不需要花时间去盯 因为你只要把生意提醒功能打开的时候 这个箭头只要一出现 我们的系统就会发出叫声 当你的耳朵听到叫声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讯号 你真的不要想太多 就跟着去做 你就会赚钱 反而是想法很多投资朋友 在用这套软体的时候 反而有自己的想法赚不到钱 所以你只要听话照做 完全排除个人的想法 刚看到箭头向下的时候 就直接做空 看到这个停力讯号 就给它停力掉 你就赚94点 完全不需要花任何的脑筋去思考 不是很轻松又愉快吗 特别是在下班回到家之后 如果还能够赚这94点 你的口袋等于多了18800块出来 又简单又轻松 又可以多一份收入 那今天也是一样 开盘没多久也就直接放空 跟我们的简讯一样 我们简讯今天也放空 选择权也是买进卖权放空 那这个放空下来之后 这个星星幅要补掉92点 所以昨天加今天就已经186点了 3万多少 3万6千多块 就这样轻松入贷 所以这个钱好不好赚 是取决于你有没有这个方法 有了方法自然就会好赚 没有方法就有如登天之难 好这第一种操作方式 那这个证明了什么事情 现在的期货的变化速度真的很快 如果投资朋友 你想要轻松的在这个市场上获利的话 请记得 你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操盘软体 而且我说了 如果没有一套专业的操盘软体的投资朋友 真的不要去碰期货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赚钱 为什么我话讲得这么笃定 理由很简单嘛 我问你啦 你的速度 如果老是比别人慢慢拍 别人永远比你提早卡位 你赚 也许你做对的时候 你也可以赚钱 但是你赚的点数永远比别人少 好 再来 你判断错误的时候怎么办 你如果没有散射停损的话 你可能赔一大段 所以各位 我说为什么一定要使用操盘软体 因为人工智慧的优势 真的实在太强大了 我们这套大碳级的期货系统 它是经由电脑运算的方式 我请问各位 你觉得你人脑的运算的速度 跟精准度 有没有比电脑快 如果没有的话 为什么 你不使用操盘软体 来帮助你操作期货 这个我不太懂 只因为要花钱吗 那你不使用操盘软体 难道就不用花钱吗 各位你想想看 你在市场赔掉多少钱 那些钱赔掉的 就是你花掉的钱 这就是所谓的学费 你懂我意思吗 你今天没有操盘软体 也许省下那么一点点的费用 但实际上 你在市场所输掉的钱 跟这些费用比起来 真的是天壤之别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电脑运算 它绝对比你快速精准 这是绝对 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 第一时间带你掌握转折 像今天开盘价 咱就问一下 开盘价如果你知道可以做空的话 有电脑的方式 你是不是可以快速掌握到这个转折 你是不用在那边想老半天 光这一点就值回票价 而且它科学客观 不带任何的感情 可以帮助你排除人性的弱点 就像今天 开盘价系统直接叫你做空 它完全不带任何的感情 去判断行情 那各位如果你不晓得行情该怎么做 你看到这套系统开盘 叫你做空 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当机立断的做空 就没有所谓的什么三心恶意 然后咧 怎么讲 怕东怕西的这种人性的弱点出现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真的想赚钱 来 2024年的开始 我们现在 因为这个广受好评 满于受吊肝的活动 真的很受到投资朋友的喜好 所以我们持续来做一个推广 那大探级系统 其中讯息 选中讯息 我说了买一种直接送你一种 你可以随便选择两种商品 而各半年的会期 加起来总共一整年 只要599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可以直接加LINE回复599 或者拨打我们公司免付费电话 0800370888 直接来电做一个咨询 希望新的一年 2024年 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着结帅的脚步 用最专业最轻松的方式 来战胜期货 好了 今天由于节目时间关系 我们直播进行到这边 祝福全国投资朋友 操作顺心如意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期货市场 鬼缺多变 唯有实战 才是王道 每周一直周五 准时收看 五期东森财经新闻 YouTube直播节目 公司期货 有期货大师 结帅教您硬底子 真功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